中和各方面的消息 我相信 放生梁振英的機會是極大 原來是什麼 為什麼會造成這個寄成事實呢 和現在的政治的 一些時間表是有關係的 時間表呢 大家知道 梁振英就是 政協 副主席 是國家領導人 接下來的三月 就會開這個人大政協兩會 梁振英 會 在不同的場合會抱頭 會走出來 會回應這個媒體的查詢 會在鏡頭面前出現 可能會有些領導人有些會議 他有份去開 這個副主席是一定要做這件事 那麼 是不是在這個階段 在這個階段 他 想 現在有些分析就說 想以清白之身 去開兩回呢 就是這樣 我相信這個機會 是極大 我相信這個機會 即是說 即使 這個御用大律師 給了意見 律政司 律政司未作最後的決定 但政府內部的人 看到這個意見之後 他都知道他最後都是沒事的 於是把這個意見 把這個消息放出來 給這個媒體 然後呢 令到梁振英 可以 很輕鬆地 所謂還他的清白之身 上去北京開兩回 我相信這個 這個機會其實是一個 這個媒體的分析 是 我認為是 衰不中都不願意 為什麼要急不及待 板聲 在年初二已經放這個消息出來 令到律政司 最後就很尷尬 或者很匆忙 十二個小時去否認呢 我相信就是這樣的 未免夜長夢多 有關方便 梁振英 避免 夜長夢多 你知道 其實今天 這個廉署那個形勢 廉署裡面的人事安排 都很吊詭 為什麼說吊詭呢 大家知道 這個調查處那個行動處那個 以前的一姐 處任了很久 白韻祿一直都不讓他 不讓他正式做這個行動處的一姐 頭 最後 鄧東姑 鄧東姑 大家記得 他就憤兒辭職 他就升了一個 阿姨的 上去 叫休樹春 升了上去 當時休樹春 其實 就已經在李寶蘭 憤兒辭職之後 他是 第二個辭職 後來 他說 白韻祿已經接納了 後來他說 行動處的同仁 去挽留他 於是他就收回 這個辭職的 這個要求 於是坐回 但是 他是處任 處任行動處的 這個處任已經超過一年 很長的時間 到今天 仍然是處任 我相信 就是 白韻祿 是不信得過他 白韻祿不讓 全權這個休樹春 這次 這次會不會 最後 有一個結果出來的時候 亦都顯示到 廉署 在這個問題上 有些妥協 是不是 想咬住 梁振英不放的 那股力量 已經被瓦解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又或者 這幫人即使堅持住也好 因為這個這樣的意見交了給律政司 律政司已經 全權去處理 廉署 無能為力的 在這個問題上 會不會就是 用大律師 給了意見律政司之後 有人是急不及待 這個消息放出來 避免廉署 再進一步去做調查 而 做一個既成事實 令到 給個壓力給政府 將這個所謂 結束調查 取消檢控這個決定 盡快公佈出來 我相信 這個機會 是 非常之大 所以 你反映到 即使在這個 林鄭的年代 梁振英的力量其實在政府裏面 仍然是 我相信是舉足輕重的 尤其是在這個 梁振英做了這個政協副主席之後就證明了他那個 所謂的強硬路線是得到中央政府 首肯 他作為一個 國家領導人的身份 他是 受 受人照的 某程度叫受保護的 刑不上他的位置 除非 除非 他的老頂 同意要告他要拘捕他 否則 他有一個金剛 他有一個叫做金鐘罩 吐住他自己 這次 傳出這個消息說御用大狀 建議不檢控他 我相信是很真確的 問題就是 是不是律政司要做少少的手續 又或者 剛才我說 要等到假期之後 水溫 事源大家的感覺 出來了反應不是 不算是很強烈的 接下來 就會正式公佈這件案 就結束呢 如果 這個程序底下律政司做了這件事 其實做最後廉署 裡面的 行動處執行處的人 即使是反對都好 其實 都什麼都是 做不到的 除非 他們找到一些 很強烈的 新的證據 問題就是 廉署作為一個 反貪的機構 在這件事上 外面 還是不是能夠 獨立處理 即使找到 最新的證據 是可以指控這件案件的 廉政專員會不會容許他們繼續調查下去呢 我是 抱一個非常非常懷疑的態度 你看看 整個廉署現在結構 邱樹春 可以叫做這個處任半天調的情況下 白允錄 那個影響力 其實是 非常之強大的 那究竟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而令到 梁振英案 最後 無疾而終 呼籲大家 有個月定的計劃 用實質支持我 這樣 反應是 良好的 亦都反映到 香港的市民 甚至是 本來是香港人 不過移居了去世界各地的人 香港市民其實都仍然是深 深係香港 他們在海外都是 好支持我 我也是恆常地去上去這個channel那裏 看 我對香港的一些時事的分析 當然有了大家的實質支持我就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大了很多 這個支持我希望是不會間斷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我 有很多種方法 就包括 用一個月定計劃 你去這個網址 這個是我的blog來的 你去到 最好用一個網絡版就看到 用PayPal的月定的方法 你說我不想月定我想一次過 你用PayPal 是可以一次過這樣 通過這個PayPal去 支持我 這個方法 亦都可以 另外當然你都可以入我的銀行戶口 將 支票也好 其他的方式入銀行戶口 我都是相當歡迎的 如果你想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你可以通過Facebook來PM我 還有一個方法 很多人都這樣做的 就是 寫滑線支票 抬頭寫我的中文或者英文名 寄去 以下這個地址 我都會收到 我在這裡就希望大家 一年了 繼續支持我 希望我也都有一個動力 繼續 做這個深藉口快的channel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環境 香港的形勢 香港的言論自由 其實是 越來越 惡劣的 我是 盡我一點點的勉力 希望 在香港 仍然留在香港的 或者是移居了海外的 香港人 對於香港的情況 有一個不同的了解和分析的角度 希望大家可以 通過不同的角度 令到自己的頭腦清醒一點 然後做一個明智的決定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